而在警政消息的部分 花蓮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在2月底接获了通报 一名灵性枪炮通緝犯 除了是在花蓮四处躲避茶器之外 手上还持有了大量混合型的毒品咖啡包 在做贩售 而花蓮行大历经了一个月的追查 最后顺利的将它逮捕到案 并且也当场查扣了上百包的毒咖啡包 以及棒称一台封口机等等的证物 警方设下埋伏 眼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千歹人 让灵性犯先吓得措手不及 花蓮县警察局刑警大队 在2月底接获通报 因枪炮弹要刀谢管理条例 在逃的灵性通缉犯 除了在花蓮四处躲避茶器外 手上还持有大量混合型毒品咖啡包 在做贩售 为了防堵毒品流入市面 甚至入侵校园 警方积极展开茶器行动 顺利在3月29号将灵性犯嫌逮捕到案 茶器人员火速部件茶器 在3月29号将其逮捕 并查扣了毒品咖啡包126包 磅秤包装带封口机等证物 全案以涉嫌毒品外防治条例 及枪炮偷机等 解送花蓮地检署侦办 在此呼吁 新兴毒品混合式咖啡包 通常会以可爱或新潮的包装 来吸引年轻人尝试 依照成大量滥用 使用者往往不知道 有什么样的毒品成分掺杂其中 而毒咖啡与酒精并用 会产生心率不整 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亢奋 抽搐 意识不清等 亦造成猝食的风险极高 不可轻忽 零性犯嫌在毒品咖啡包外观 分别印有扭转乾坤 牛年报复 及恭喜发财 四个字 在鲜红包装印紧牛年 更利用草莓及芒果等水果调味粉 混入毒品当中 希望能借由提升口感 吸引更多年轻人注意 而警方也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因为好奇 冒险尝试毒品 切勿以身试法 如果发现有不法情势 应该立即向警察机关检举 共同打击犯罪 建构美好家园 记者徐立晴 欢迎订师报导